大家好,我是小翔 6月13日,快船以132比106的比分大胜绝世 捍卫了主场尊严,将总比分追到1比2 为这个系列赛留下了悬念 本场快船核心球员乔治状态复苏 出现37分中,3分球10中6 取得31分,3篮板5助攻 可这种神勇表现只是莱昂内德正常发挥的 水平,如果前两场乔治也是如此 快船不至于这么被动 乔治在季后赛的表现远没有达到当初快船签约时 对他的期望 西部半决赛前两场乔治迷失了自我 第一场投篮17中4 得到20分10篮板2助攻,正负值为-3 第二场18中8,得到27分10篮板6助攻 全队出战时间最长,正负值却是-12 全队倒数第一 在进攻端,乔治支配着大量的球权 导致除了莱昂内德之外的球员几乎都在练习者反跑 同时在外线,惨不忍睹的命中率对球队士气有很大的影响 经常的投篮不中,让球队的战术变成了无用功 在防守端,乔治在场上如同散步一样 多次出现让对方核心球员米切尔完成轻松投篮的情况 在防守上的态度也不像一名超级球星 本以为上个赛季乔治季后赛低迷的表现是与球队磨合时间少有关 可本赛季后赛乔治依旧是好一场坏好多场 乔治季后赛虽然场均得到24.3分 8.6篮板5.3助攻 却占据了大量的上场时间 场均上场40.3分钟 联盟第三 这导致队内替补球员无法获得更多上场时间 自己也会消耗太多体力 很容易被对手重点看防 同时场均失误有3.2次 乔治多次被防守球员抢断并完成快攻上篮 而且他的真实命中率和有效命中率分别只有58.7%和51.7% 甚至不如队友巴图姆 关键时刻命中率只有25% 如果他发挥失常 那么快船有很大概率输掉这场比赛 现在的乔治站在场上 不仅对手要限制他 球迷和队友对他的发挥也多了一份担心 相比于乔治 快船另一名核心球员莱昂内德的发挥 就可以用一个吻字来形容 本场比赛 莱昂内德同样出战37分钟 取得34分 12篮板5助攻 三项数据均是全队最高 49的效率值也是全队最高 对比数据 就能得知乔治被媒体吹上天的一场比赛 只不过是莱昂内德最平常的一场发挥 莱昂内德依旧是快船最让人放心的球员 莱昂内德季后赛场均30.3分 7.8篮板4.5 助攻2.1抢断 莱昂内德在攻防两端的效率远胜过乔治 他的真实命中率为68.5% 有效命中率为63.7% 莱昂内德的中远 头永远让队员和球迷放心 季后赛的他如同一个机器人 不会受到太多干扰 目的就是赢球 在比赛中 莱昂内德能够面对防守完成进球 快船球迷更多情况下 希望从乔治的手里把球传给莱昂内德 如果乔治前两场的发挥如今天一样 爵士队就需要应对他和莱昂内德这两名超级球星 快船的替补队员受到的防守压力自然而然会减轻许多 届时的局面就会是快船全员发挥 如同今天与爵士的比赛一样 很轻松就能将对方战胜 所以乔治的发挥是快船赢球特别重要的一环 如果乔治正常发挥 前两场赢球的很可能是快船 还有一点 乔治在这场比赛前已经连续5场发挥不出色了 如果乔治在进入季后赛能够正常发挥 快船与独行侠也不至于打7场 从而导致快船全队上下的体力储备远不如绝世 因此遭遇西部半决赛的两连败 所以现在的快船是处在一个被动的局面 下一场仍需要战胜对手 如果输掉比赛 局势会被爵士牢牢掌握 快船可能会输掉这轮系列赛 乔治的这种表现早在上赛季就已经出现 所以打了一场好的比赛 无比过于吹捧 相信快船的球迷 只是希望他能够正常发挥 帮助莱昂奈德在进攻端分担压力 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船双子星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